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黑色的外套与李绍红和姚晨等人并排而坐 而久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她 此次替了寸头现身 尽管头发已经花白 但帅气不减 反而增添了几分成熟魅力 严肃地聆听着台上的发言 神情专注 在台下 也有网友拍到她与姚晨热聊 姚晨作为后辈 对陈道明表现得相当尊敬 在与前辈说话的时候 频频点头首舞足蹈 闲谈甚欢 两位都是文艺界鼎鼎有名的实力派 能够在这样的契机之下交谈专业 也是难得的机会 在晚上的颁奖典礼上 陈道明穿着高领毛衣配西装 与刘德华吴京等人再次同框并排而坐 表情严肃 戏场格外强大 让人惊喜的是 此次尼尼提名影后 陈道明曾经与其合作过刘金岁月 在颁奖现场还握手交谈 就问严索CP谁能不为这个场面尖叫 陈道明作为国宝级的男演员 实力不容智慧 如今成为了电影协会的主席 身上有了更重的责任 而金鸡奖作为业内最盛大而专业的活动 陈道明也一直参与推进行业的发展 去年同样现身创头会的他 更是霸戏直接喊话年轻导演别怕拍烂戏 有机会可以找他来演 片酬不贵 这一番发言也赢得了众多网民的好感 纷纷称赞其彰显了老艺术家的风骨 不久前 陈道明曾与李雪剑等一众老戏服出席了作团会 在会上 陈道明发言时也铿锵有力 表示电影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是排除中国的文化自信 用独特的语言文化去描述中国式的情感 这些年 陈道明一直对于演艺行业的诸多问题针边石壁 点评犀利 为寒冬之下的演艺圈指明前行方向 在万马其音的影视行业 流量和回报曾经一度成为众多作品的择选标准 而陈道明作为无数后辈所敬仰的典范 不仅一直保持着低调谦逊的生活态度 对于作品更是精致又精 即便在庆余年 《我的前半生》等优秀作品中饰演一个配角 也能刻画出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 这些年 陈道明始终怀抱着大我的心态 扛起引领表演行业的担当 知识故而不是故 处江湖而远江湖 陈道明自己也曾经说过 人心一乱 一切就都乱 做人做事都是如此 在这样浮躁的时代 能够保持深刻的清醒而独善其身 他已经能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 把握未来 警号第三十五届中国电影金机奖 警号警号陈道明 警号警号 你你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 公共一路